好那我們今天來開始今天的課 有聽到的就在留言板上打YES 所以我們就知道你有聽到 就開始上課 好那我們今天來介紹順向畫第十六堂課 那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那個 貴格力帕拉馬斯 那有的翻譯成而我略帕拉馬斯 那這只不過是一個翻譯的名稱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他的這個生平 在看他生平之前 我會先讓你們看一些聖像畫 就是有關耶穌基督的聖像畫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幅聖像畫 那這幅聖像畫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再回去讓你們看剛才那一幅 等一下等一下他沒有回去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聖像畫 為什麼要看這個聖像畫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到神光 神光的時候有很多人不了解什麼是神光 那神光它是就是神的光 當然跟神不是分離的 是與神一起的就是屬於神的 並不是說神的附属品 並不是說像有一個人的財產 他把他的財產送給你 那他就沒有這個財產 那就好像一個人如果失去體溫的話 那在室溫的狀況 那你要讓他保持溫度的話 你可以拿個這個電暖爐 讓他供應 讓他有這個暖氣 讓他體溫上升 這是一種方式 那這個不是來自你的 那如果你直接靠你的體溫 就擁抱他 然後讓他體溫升高的話 那這是來自你的 不是不是一個分離的 那所以這個神的神光是屬於神的 不是與神分離的 不是說神身上的衣服一件給你穿 另外一件給其他的人穿 就是說他好多附属品 並不是這樣 而是屬於他本身的 那這個我們在正教稱為神能 就是divine energy 那這個是與神連結在一起的 不是一個分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正教聖像畫中 那這個是耶穌升天的聖像畫 那你可以看到他後面有這個光環 那他這個光環的顏色 有的是用藍色 有的用淺色的或是紫色的不同的顏色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顏色 你可以看到這個顏色越接近耶穌的時候 好 那我們再來把這個畫面弄大一點 大家看比較清楚 所以當這個光環越接近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光環越接近神的時候 顏色越深 那這個越深的時候 你是什麼含義呢 那你們可以先想一想 因為通常光越靠近神 應該越明亮 越淺越白才對 那怎麼會越來越深呢 那等一下我再來講 那你再來看 那這個也是耶穌復活的時候 你看他的光總是與他一起在一起的時候 那你看到耶穌復活 他後面這個不是一個盾牌 他的光是藍色的天藍 然後不同的藍 然後裡面的藍越深 那這又代表是什麼含義呢 下一幅你也會看到類似的情形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在下一幅 這個是耶穌在塔伯山上變相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情形 那所以你看到這樣耶穌變相的時候 這個光芒也是一樣 越接近他的光芒越深 那這個是什麼含義呢 就是代表是說你越接近神的時候 你覺得你認識神越深的時候 反而不是說你更了解神 反而你知道神更難參透 就是你覺得神的愛是廣大無邊的 你以為你認識他越多 你的愛就越廣大嗎 並非如此 你越認識他越深 你會覺得你越渺小 那就是有很多聖徒 為什麼聖徒會顯得那麼偉大呢 因為他們認識神越深 然後會變得越謙卑 就好像我們看太陽 在地球上 看太陽小小的一個發光體 那如果你不要到太陽那邊 到太陽那邊還沒到 就被他的這個光太灼熱了 然後就會被燒死 可是你還沒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太陽的這個能力 這個光芒多麼強大 那神也是一樣 神當然比太陽光芒更強大 上萬倍 但是他的光芒卻不是讓人家 就是受到傷害的光芒 那他的光芒是讓人家 感覺舒適的光芒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介紹 這個貴格力帕拉瑪斯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有經歷神光的 上次我們也介紹 那個聖徒西莫央 他也是有經歷神光 那他們都是有經歷神光 那神光他不是說看到一個意象 就是片刻的喜悅 他是這個神光常常與他同在 那所以他們就是這麼偉大 才會把他記下來 那當然這樣子偉大的聖徒 他這個神光不是說 他一出生這神光就是與他一起在一起的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他的一身 你可以看到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是主教的衣服 我們再來看下一服 那這個也是帕拉瑪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頭這邊有一點沒有頭髮 因為他有點禿頭 那有的地方你會看到 這個聖像畫沒有畫禿頭 事實上他是禿頭 但是有的聖像畫家 他就是禮貌上尊敬他 那就把他畫的頭髮多一點 那事實上真正的聖徒的話 他才不在意你怎麼畫他 那只不過是這個聖像畫家 他自己來表達 那這個並不影響神學的對錯 只是頭髮的方面 那所以你們會發現說 怎麼是不是不同人 事實上他是同樣的人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主教衣服 那當時的主教衣服非常典型 那都是有很多這個十字架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服也是介紹他 那這一服就是非常珍貴的 就是不像剛才是畫在這個木板上 他這個直接畫在牆上的這個壁畫 那所以你看他的顏色是非常厚實的 溫和的 那不是那麼好像比較淺的比較薄的顏料 那那個畫在這個牆壁上 那牆壁這個吸著力會很強 所以你要用很多這個顏料來繪畫 然後那畫在牆壁上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牆壁是非常大的面積 當你畫一個部分的時候 你要畫得非常快 因為有些就是你會畫的方面 就是如果太慢的 某些顏料乾了 某些還沒乾 那他就很難連結在一起 那那個部分就看起來不自然 就好像你畫臉部的話 那你膚色就是全部都要一起畫上來 要不然你額頭跟你臉頰的會顏色不一樣 那衣服也是 那衣服更大一片 所以你的速度要快一點 要不然他連接不起來的話 會有那個斷層就會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在牆壁上的這個筆畫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這個也是這個貴格利帕拉瑪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主教 那主教的衣服是非常容易來辯論的 因為主教他肩膀上會披的這一塊布 那叫Homophorium 這一個就是只有主教才有的 那那個神父的話或是職士的話 他們就沒有披這一塊在肩膀上 所以這個是很好辯論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派拉瑪斯 那他是生長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 那這個家庭是跟皇室的關係非常密切 那他爸爸也是朝廷的一位大臣 所以他家族是非常富裕的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他的家庭 所以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這個也是派拉瑪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幅的聖像畫 他就比較老舊 而且又有斑駁 他有年代比較久遠 那那是整個形式我們都可以看出 是這個派拉瑪斯 這個也是他 他的衣服非常典型 就是十字架 那這邊也有十字架 有的是畫方形的框框 那有的是圓的 那他主教一般都是手持這個福音書 然後這邊會以祝福的手勢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這個也是派拉瑪斯 所以我們再來看快一點 那這個也是他 這個比較臉部的特寫 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剛才的聖像畫 都是介紹派拉瑪斯 那派拉瑪斯 那派拉瑪斯剛才講過 他是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 家庭 那他們的家庭就是 父親母親還有他 還有他兩位 兩個弟兄 還有這個姐妹 都全家都是聖徒 在這個 一般的這個 東正教信徒裡面的聖徒 全家人都是聖徒 並不常見 那你可能說 之前你不是介紹好幾個都是 對好幾個 那剛好就是這幾個家庭式 之後你介紹的話 你會不會看到有那麼多 不會像貴格力還有巴西略 這些家庭都是聖徒 並沒有全部的都是聖徒 所以他的家庭也都是聖徒 甚至他的父親還會行這個神機啟示 那他的父親是非常虔誠的一個父親 那他的父親在這個朝廷做事的時候 就是這個皇帝就是有跟他問話 你知道皇帝問話的時候 那所有的人就要非常謹慎的回答 那有一次就是有人這個皇帝在問他爸爸問題的時候 他爸爸居然就是沉默不語 然後這個皇帝就很驚訝 那就再一次重複他的問題更大聲 然後後來又發現他的就是派拉瑪斯的爸爸還是不回答 然後這個皇帝就有一點不悅 因為皇帝問話誰敢不回答 你不想要你的頭保留好嗎 然後到時候你不回答 有時候會就是冒犯了這個皇帝可能會被斬首 那這個皇帝就看到他爸爸為什麼不回答呢 然後這個皇帝就發現他爸爸在祈禱 然後他就是在審理朝廷的時候 他爸爸在祈禱 然後他爸爸那時候在實踐這個星島 那這個皇帝也就沒有打擾他的爸爸 然後就繼續在審理朝廷就問其他的人 那因為他的爸爸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 並不是故意忽略皇帝 而是他在這個審理朝廷的時候 他爸爸誠心的在為國家來祈禱 所以他在這一方面就是皇室跟他家裡處得非常好 那可是很不幸就是他爸爸就是很年輕就過世了 那過世的時候這個皇帝就是也很喜歡這個帕拉馬斯 因為他是非常一個非常聰明的這個一個青少年 那他就全力供給他的這個教育生活費 讓他受非常好的教育 然後找非常好的老師來教導他 那也就是希望說以後他可以服務這個皇帝 可以做他的大臣在他左右邊的大臣 因為他是非常聰明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所以這也是帕拉馬斯 那這邊這一個是誰呢? 你看到其實就是他的老師 那他的老師叫做 那這是他的老師 我在講這個希臘文的名字 神父聽了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這個發音不像希臘人的講法 要不然你來講一下 說他的名字 講得很流暢 神父講得很流暢 因為他的老師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一位作家也是政治家 那他也是哲學家 他也是藝術家 那他非常有錢 那你想說 這個一般的老師怎麼會在聖像畫也出現呢? 那他不是一般的人 那這個只是一個局部的聖像畫 那我再讓你看下一幅聖像畫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聖像畫就是剛才那個老師 只是拍攝的顏色有一點不一樣 那他這個不是用畫的 是馬賽克 是拼上去的一片一片 香上去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耶穌基督 那這幅聖像畫是表達是什麼呢? 那這幅聖像畫表達 他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然後他捐了很多錢 你看他手上 這個聖像畫就是他捐了很多錢 然後來蓋一間教會 那這間教會現在稱為科拉教堂 那你們可以去搜尋這個科拉教堂 他的歷史 那他的歷史 我在這邊就不多講了 因為是對正教徒來講是一個悲哀的事情 因為最後結果你可以去網站搜尋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這個故事 就是真實的故事最後是怎樣 那他這一幅聖像畫還在科拉教堂 那裡面有很美麗的這個聖像畫 這個科拉教堂是在這個拜占庭時期的教堂 他被納為就是最美麗的教堂其中之一 那這就是他的老師他跟他學習 所以這個派拉瑪斯他的學問是非常淵博的 那這個是什麼地方呢 我為什麼要讓你們來看 這並不是說派拉瑪斯他呃呃呆過的地方 只是讓你告訴你說在修道院他有一個食堂 那食堂就是用餐的地方 那用餐的地方 當這個他們在進食的時候用餐的時候 那這個院長會請一位修士來讀經 那讀經的時候通常就是這個派拉瑪斯他來讀經 那讀經他通常不會隨便找一個人 他會找一個在誦經的時候 他念經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讓人家容易聽明白 因為有些人讀書念念念聽不懂他念什麼段落在哪裡都聽不懂 那派拉瑪斯他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 那他學過這個詩科學還有修持學 那還有文法 所以他在這一方面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幅 那這個是在鐵薩羅尼加 那為什麼要看鐵薩羅尼加的這個教堂呢 這個教堂就是貴格力派拉瑪斯的教堂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他去世的時候 他的這個棺木 他的這個聖骸被放置在這個教堂 那我們先看到外部 等一下會看到他的這個聖骸 那他是安享晚年 這個就是外觀比較大一點的 剛才只是從上上頭照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在鐵薩羅尼加 希臘的鐵薩羅尼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聖經也提到鐵薩羅尼加 保羅也寫信給鐵薩羅尼加 那我剛剛忘記提到 這個貴格力派拉瑪斯 他生於1296年 那安息在1359年 那這個裡面就有他的聖骸 那有很多人會去這個教會 那看到派拉瑪斯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聖徒 那有很多感動 那會去到那裡 而且他寫了非常很多這個 這個對修道士靈修有幫助的 還有營修士有幫助的 這些書籍 那也被收納在 Philocalia這個書籍 這個書籍裡面是收納很多非常 這個好的著作 教父的著作 這個也是他的棺木 那他的棺木 至今已經這麼多年了 大概差不多七八百年 這麼久 那可是他的屍體還沒有腐爛 那所以就是放在這邊 就是一個奇壇 那就是說聖徒的這個屍體 有的他就是不會腐爛 那我也聽過像神父講說 有些這個聖徒去世的時候 一般人一去世 那他的身體馬上會僵硬 那很難入關 那有的聖徒他的身體 就是還就是軟軟摸起來 好像是一般的人睡著 那在修道院 他們有一些就是非常好的 信徒去世的時候 那特別是在冬天又下雪的時候 那人家後來要來埋葬的時候 那連埋葬的人就說 這個人還沒去世 他們就說已經去世了 因為他的肉摸起來就是像活人的肉 這樣子沒有僵硬掉 所以這個就是鐵上羅林家 這個教會裡面 這個是他的聖像畫 這也是他的棺木 從不同角度來拍的 那會有他的紀念日 那他的紀念日是在11月14日 那也有另外一個特別的紀念日 那這個紀念日是在這個大災期的第二個星期日 那為什麼會在大災期的第二個星期日 那因為當時有一位異端 那這一位異端他叫巴蘭 那他是雖然他是希臘人 但是他是受到拉丁的教育 那他來自義大利 那有一次他到了軍事坦丁堡 就是要顯現他的才華 那跟他的知識 然後他又去了修道院 然後就看修道院這些修士 到底在做些什麼 那就問這些修士 那修士就講說他們的靈修 有時候他們會見到神光 然後後來他就返回軍事坦丁堡 寫了很多這個講道 發表了很多就是說 這些修士是異端 因為神光是不可見的 怎麼人可以輕易的來體驗呢 甚至還寫信給帕拉馬斯 但是帕拉馬斯本來不想回應他 後來想說 因為這個事情造成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那因為他是受到西方的 這個巴蘭是受到西方的教育 所以他不了解這個神光的這個體驗 不能以世俗的經驗來講 那所以帕拉馬斯他在這一方面寫下 非常多關於神光的事情跟經歷 然後告知人們這個神光 人是可以體驗的 不是遙遙不可及的 那所以他戰勝了這個異端的這個錯誤的講法 所以就是在大災奇的第二個星期天 那來紀念帕拉馬斯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這個就是帕拉馬斯的這個全家 應該是全家幅啦 那他是坐在中間 這右邊的是他爸爸 那左邊的是他母親 那你可以看到他頭上有光環 那表示他們都是聖徒 然後這個是他的兄弟 這兩個也是聖徒 那這是他的姊妹 他們全家都是聖徒 那他爸爸也會行這個神機歧視 聽說有一次他爸爸要去這個阿陀斯聖山 去見他的這個属灵父親的時候 那也有一些人跟著他去 那要去到山上的時候 突然就有人提醒他說 你去見那個属灵父親 我們忘記買禮物了 因為已經到了山上的路途中 那邊在那個山上也沒有一些 就是商店可以買 買禮物 那他們就覺得說 啊這樣有點失禮 那要去見這個属灵的父親 然後他就向上帝祈求 幫助他 讓他可以有禮物送給他的属灵父親 那時候旁邊就有這個水源 可能是山泉或是溪流我不清楚 那就是有水源 那他的手就往這個水源裡一伸 結果手一拿出來的時候 他的手 他的手心就抓了一條那個魚 那他就帶著這個禮物 那去送給他的這個属灵父親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這也是他們家的這個全家 那他們全家都是聖徒 那這一幅聖像畫的這個畫家 他並沒有強調這樣子 他並沒有畫上光環 但是他們全家都是聖徒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幅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不同的修道院 那這個修道院是這個帕拉瑪斯 他曾經在這個地方 就是隱修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是比較近照 那我再讓你看另外一個這個比較遠的 剛才看到我們是看到這個部分 再回頭看一下 是這個區域 那他是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整個修道院 那這個是他去另外一個修道院 因為他的属灵父親 他有跟一些不同的属灵父親來學習 那你可能會問說 他為什麼属灵父親換來換去 因為他的一生中 他跟他的属灵父親學習的時候 那有一位去世了 然後後來他 他又再找另外一位属灵父親 來跟他學習 那属灵父親通常是在教會中 比較有智慧的 那會指導你指引你 那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其他信徒的属灵父親 那是在教會中比較有恩賜的 那才可以做人家的属灵父母親 好我們再來看到 那這也是不同的修院 他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也是不同的 這都是在希臘 那在靈修的時候 那這個修院的時候 你去到修道院的話 它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安靜的 非常整潔的地方 那不是讓人家嬉戏的 你到那個地方 那他們整個作息 都是一種客修的生活型態 那我以前也去過希臘 那這個修道院體驗靈修生活 那他們通常的話 像我去的話到五點 五點早上就有晨導 那也許有的還有更早 然後晨導完了就每天的作息 那看你是需要種菜的 或是牧場的 不同的工作你就自己去工作 通常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都不講話 然後就實踐心導 那然後中午就一起吃飯用餐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那又開始另外一段的作息開始 然後到了晚上 晚上沒有像你們想像的說 晚上會有一個豐盛的晚餐 那晚上是更簡單了 就是直接在廚房 他有放一些沙拉 非常簡單非常清淡的食物 然後自己去那邊取用 那然後再安排其他的這個 自修的這個靈修方面 那他們是非常安靜的很少講話 那所以我在去那邊的時候 他們可能覺得我的話很多 因為他們都不講話 他們都是在內心裡不斷的體驗 這個心導 那這個就是帕拉瑪斯 就是他就是因為剛才我講的巴蘭 跟他就是所講的就是神光是不可能 一般人可以體驗到 讓他寫下很多住宿下來 那畫下來的情形 那你甚至看到這個後面的石頭 那石頭這個也以為著他 好像連石頭都想要來聽他所寫的 所講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朝向他 甚至在石頭上面也開啟了花朵 那這個神像畫是一個非常美的神像畫 那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是他的全身 這個神像畫不是指向有的只有畫半身的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很一般的主教的衣服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帕拉瑪斯 那他的髮型 通常他比較好辨認 就是他的臉 臉部的特徵 還有他的頭型是很好辨認的 那這個也是帕拉瑪斯 這才是帕拉瑪斯 那這個手勢我們跟以前講過的 那這個手勢是這個神父 那通常我們在政教講神父 就是祭師 就是有些人會說 祭師跟牧師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祭師主要是獻祭的 在舊約中我們可以看到 那祭師他主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獻祭 那不是講道 講道的話每個人都可以講道 那獻祭的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獻祭 然後你看他的手勢 他的手勢是祝福的手勢 也是政教非常重要的一個手勢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帕拉瑪斯 他在祈禱的時候這個神光的領導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幅 那有很多修士 那這是在修道院的情形 還有他在靈修體驗的時候 那他寫下很多重要的體驗 但是他的一生的靈修生活 不是像大家想的說都非常順遂 那他的靈修生活是非常嚴謹的 他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他天天的不斷的祈禱 那就是心導 心導就是不斷的附送 耶穌基督聯名我 耶穌基督聯名我 那這個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有時候 腦海裡會想到其他的事情 並不可能這麼專心的來祈禱 那他都是不斷的這樣祈禱 那星期六跟星期日的話 他就會到教會參加這個聖禮 那在這個 你知道他這個背景為什麼要化成黑色 因為他在他的這個靈修生涯中 那有幾年他就是受到試探 那他就覺得生活是在黑暗中 那一般世俗的人看 他是一個非常聖潔的人 可是他就是覺得他生活在黑暗中 他不斷的向神祈求說 請神照亮我 照亮我在黑暗中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在黑暗中 那在這個墮落中 請神來照亮他 那他在他的一生中 就是他在靈修體驗的時候 並不是說一切很順利 他是鐵撒羅尼家的主教 可是那時候就是土耳其 還有這個穆斯林攻擊這個希臘的時候 那讓他下到監獄裡 那甚至他被譴責為異端 那時候很多人祈求就是說 蘇丹就是可以把他釋放出來 那蘇丹就很好奇說 一個普通的人為什麼那麼多人向他祈求呢 那就去監獄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那當然這個貴格利帕拉瑪斯 那也跟這個蘇丹講一些這個神國的是神的事情 那他也是滿受到感動 那他感動的是他 他是一個他看到貴格利是一個非常謙卑的人 但是蘇丹他並沒有成為這個正教信徒 如果成為正教信徒就沒有這個穆斯林了 那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信仰 但是後來他還是把他釋放出來了 那在這個帕拉瑪斯的一生中 他常常這個實踐心 這個星島 那神也讓他看到這個瑪利亞 聖母瑪利亞 所以你會看到他很多他的著作中 都寫下很多關於聖母瑪利亞 來自聖母瑪利亞給他的啟示 那這個就是這個這個貴格利帕拉瑪斯 那他最後安詳晚年 那他去那他去世的時候 那他也講了幾句話 他講了就是在他接近死亡的時候 那他就講歸於至高者 歸於至高者 那就是他就去世了 那這也是非常感人的 因為有些人去世之前 呃又抱怨東又抱怨西 那他的一生又受到迫害 又關到監獄裡 因為他是一個堂堂的主教 那他也做過修道的院的院長 但是他都持去這樣子的 呃呃這個職務 因為他只想要這個 就是為所有的人民來祈禱 他只想單單的為人民來祈禱 他的心非常單純非常純潔 那所以非常純潔的人 就很容易見到神 那見到神光就是見到神 那所以今天就跟你們介紹 這個派拉瑪斯 謝謝今天的課到這裡 謝謝再見 謝謝 excuse me join.me.app needs your attention 還可以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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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